我們一樣先複習 那首先呢我們來對絕對收斂做一個定義 如果你把原來的極速summationan 它的每個dn向an你都加了絕對值之後 再把它summation起來 那假設這個極速是收斂的 那原來的極速summationan 我們就把它叫做絕對收斂 好再來 如果原來極速summationan是收斂 但是你把每個dn向加了絕對值之後 summation絕對值an它是發散的 那麼我們就把原來極速summationan叫做條件收斂 那再來我們還要複習一個叫筆子檢定法 給一個極速summationan 好那 第一個 我們去計算Limit絕對值an加1-an 好那如果算出來的結果是小於1的話 那原來極速summationan叫做絕對收斂 那反之如果算出來的結果是大於1 那麼原來極速summationan它是發散的 好那如果算出來的結果等於1呢 那我們的筆子檢定法 這個測試就失敗 好那我們要改用其他的測試法 好那我們看原來題目 我們要判斷這個極速summation-1-n-1次方 乘以2的n次方乘以n階乘以5乘8乘11 一直乘到3n加2 它是絕對收斂還是條件收斂或者是發散 好那當我們在觀察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發現會有n階乘 好那如果說 如果說an這一項它有n階乘的話 那這時候an加1-an 那這一項裡面呢就會出現 n加1階乘以n階乘 那我們把這個整理完之後呢 會得到n加1 好那同理 如果an裡面它有一個指數函數 2的n次方 好那an除以an加1 就會出現 2的n加1次方 除以2的n次方 好那這邊做出來是2 好那再來呢 我們下面是5乘8乘11 它每個都差3 好所以說 如果an項它有這個的話 那an加1項就是5乘8乘11 一直乘 乘到2n加3 再乘以 好更正 一直乘到3n加2 再乘以下一個3n加5 那兩個相除之後呢 就會剩下3n加5 那因此我們觀察這一個 好 dn項的時候 我們發現 如果用筆值減定法來做的話 好那在計算 an加1 除以an 就可以把它畫成比較簡單 好 好那我們把我們的dn項寫下 好那我們把我們的dn項寫下 好了 剛剛呢我們的an 它是 它是等於 負1的n-1次方 乘以 上面呢是2的n次方 乘以n階乘 一直乘 乘到呢 乘到呢 3n加2 OK 好那我們嘗試用筆值減定法來做 好那現在我們計算 an加1 除以an 好那an加1的話 這邊就會變成 負1的 應該是n次方 好這邊應該是n次方 然後呢 an加1這裡就是2的2n加1次方 再來 an加1這裡就改成n加1階層 那分母的部分就5乘8一乘 乘到3n加5 好那an的話 我們就把它造成 好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好這邊 2的n加1次方 它是可以消掉的 好跟2的n次方消掉 上面會剩下2 那n加1階層跟n階層消掉 會剩下n 這邊 5乘到3n加2 這邊可以消掉 好所以分母會剩下3n加5 好那因此呢 這倒是我們把它整理完之後 就變成 2n除以3n加5 好那因為-1的次方 在絕對值裡面是沒有作用的 好那所以說我們就把 本來還有在乘上 絕對值-1的 絕對值-1 那絕對值-1會等於1 好那我們就把它拿掉 好那接下來我們去計算這個極限 很容易可以得到答案是 3分之2 好那所以說 因為呢我們算出來結果是小於1的 那根據我們的比值檢定法 好那你計算出來的極限如果小於1的話 那原來極數叫做絕對收斂 那因此我們的結論就是 我們在判斷的這個極數呢 它是絕對收斂的